後來我就發現到 等我練到大學 所有課堂的教育 讀書館 什麼都糊過了 就是你找不到遍佛 後來有一個地方 我發現老師有研究室 怎麼進去 那就是我今天跟你們說的有沒有 我講一句話 他就讓我進去 讓我進去以後 我就又發現到 哦!原來 理官 遍佛遍佛遍 理官被承過來了 原來每個老師有一個資料 Database 那有的那個Database用 我才知道原來學問是做出來 是剪刀降虎推出來 我今天晚上用最簡單的方式 告訴你們怎麼樣 當時呢 你們要知道 我們念研究所嗎 我記得台藏那個誰啊 動物系那個誰啊 也是一樣 我們收集來片段 開始分類 很容易分 越來越多以後就發現很難分 接下來又進去 這個也屬於那個 不知道怎麼分 當時呢 我就跟 我就自己開始設計 因為我知道有一個 Database 建展的方式怎樣了 第一個就是什麼呢 我對任何收集到 因為我早就希望我成為台灣生態的研究者 所以只要跟生態有關的 或台灣生態有關的 paper 讀書 任何資料 我就設計 所以我就開始去讀書館 把從日本時代來 一混一混演員出來 那演員出來呢 那像現在電腦檔是很容易抓 上次也沒有那麼容易 有些是要付錢的 有些是辦保密的 有些什麼樣的東西的 而且你能抓得到的 也都不會是學術界的 這個很多東西都不是那麼容易啦 第二 我要 我找到所有paper 剛開始 我怎麼建立我自己的Database 這個Database就是我要參考 我要使用 我要寫什麼東西的時候 所以呢 我總共建立三套資料 第一套就是paper paper就是說 只要有任何資料 我就引印對不對 引印了以後 好 那這個paper就開始編號 第一份paper 一旦編號下來以後 一輩子不改變我的編號 只有一股增加 001 0001 0002 這個譬如說這是王大呆 1968年的 台灣高山草原 怎麼樣 遠近等等 什麼學報 EUXANIA 什麼 第幾卷 第二集 第二卷的11月到38月 什麼paper的基本格式 然後呢 這一張 每一篇paper有一個栽要 我就把它引印 配在這裡 我如果真正去念了這篇paper 我就知道這整篇paper在講什麼 我有自己的看法就寫在這裡 哪一天我知道 哪一篇paper跟這一篇有關 我就把它列在這裡 一直當作資料檔這樣下來 這是單獨這一篇paper有一張卡片 卡片不夠在第二張 只要是同一個號碼就可以了 這個叫做文獻檔 那我會蒐集 我就發現 我只要蒐集不到一兩年前 台灣有關生態的文獻 差不多蒐集官 我就很辛苦了 所以我做過什麼 大家就說 第一 像國外的有增加的 民獄金錢 國外的就白嗆死 白嗆死 因為你到底收不到 而且你甚至可以選擇 我專門攻日本 我專門攻西歐 美國的東部 怎麼樣怎麼樣 你可以走那 好 你就這樣一套的 我就這一套就成長下來 而且不斷的增加 不斷增加 第二套 因為我 要自己成為生態專家 怎麼專家 專家的那兩把刀就怎麼建立 我就要建立一套 生態的術儀 術儀就是什麼 用專有的名詞叫做 Terminology Minology 術儀 專業的這個術儀 像生態就是Ecology 對不對 像植物的MP 就植物的Succesion 那個像猴 就是一個名詞 專業的 像植物的社會 Community 就是一個一個 然後每一個術儀 我有一張卡片 OK 像我們舉那個例 Ali Lopaisi Ali Lopaisi Ali Lopaisi 這個呢 就是叫毒他作用 毒他作用 毒他作用 那我就建立 你按照A B C 那有原始抬下來 你就是建立我自己的生態 詞點 別人的生態詞點 別人的生態詞點 有啊 你也可以把整個別人的生態詞點拿來 建成你要的 但是我要的有爆發 在台灣 爆發 我認為在世界上重要這個 觀念的歷史發展的跌倒 我有特殊目的 我要建立我自己的行動 什麼意思 因為只要我 看到哪一本書 每一本教科書 我都已經有文獻卡號 知道嗎 建立的 所以 當我看到我在講 Ali Lopaisi 毒他作用 我就知道 我有某一本 第38號的課本 或文獻 第幾頁 三十頁 談到 Ali Lopaisi 創始者 在西元1950年代 在加州看到一種 chup 什麼什麼 我就把這個歷史記載下來 參考哪一號的 哪一本書的 第幾頁到第幾頁 是才什麼什麼東西 就寫在這裡 看到另外一本書 這個1981年在台灣 有第一篇的什麼實驗 這個是我的paper的302號 我的paper的第幾號等等 你知道我平常念書在做什麼 就是在 為保我這一套生態專業名詞 為保他 現在又出了一篇新paper 如果談到這個東西 我就所有念的 就趕快心送進去 你知道我們念大學 有多忙嗎 我們沒有在準備什麼 當然就必要的考試 要應付是沒有錯 但所有時間都花在 建立自己的data list 因為我們念一隻手 我們念大學 從來不是在為別人念的 因為我們就想成為專家 我要建立一套data list 好 這樣一個專業的術語的 你現在叫我隨便抽出一個名審出來 我就有好多pen paper要參考 好多本書要參考 我累積20年就有20年經驗 看過多少東西 可以把它一次重現 另外我有第三套東西 就是植物的 任何台灣有的植物 不管原生植物 外來植物都可以 按照字母一記寫名 ABC排列 相思 相思是就是阿卡西亞 傑明 董小眠叫CANUSA 你幹嘛 CANUSA 榮樹叫做什麼 PICAS MICROCAPA 它是小葉的意思 MICROCAPA 就是葉子的意思 不是榮樹 好 我把所有我的參考文獻 我找到幾千或幾萬 或一本書裡面 只要有第一道榮樹的 全部輸送在這裡 甚至於找助理 幾十個助理幫忙都可以 你幫我把每一篇paper 只要跟榮樹有關 找到 這裡有談到榮樹 就把我書送在這裡 我的paper檔號 第二十一號的 第幾頁到底也談到榮樹的什麼東西 第三百零八號 談到榮樹的第幾頁什麼 第五百號 談到榮樹的什麼東西 就是這樣一直點擊 有一天我要收網 我給你們的書有沒有 那個義風關子裡面有一篇寫榮樹的 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我要寫榮樹啦 就把所有有關榮樹的資料拿出來 我要開始寫喔 然後就開始就將你的行業 叫做賺牌子 什麼意思 跟榮樹有關 我收集了一百零八篇 我就按照年代 日系 還好 所以我在做研究從大學開始 我要求的一個桌子不是這麼小 而是大概起碼要十幾公尺 還好 還好 還好一點點 好囉 要開始寫囉 榮樹的這個最早的紀錄 林奈1661年怎麼樣 在哪裡移進中國廣州的標本 所命名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第二站什麼什麼年代的時候 就開始寫 按照歷史的結果 你知道 每一份paper 又有我平常閱讀的心得 留在note 留在這裡 我根本不必 在那邊重新研讀 當我要開始寫的時候 擇心應手 幾十年累積功力 瞬間照給你 我繼續講 所以 我那個時候只要求自己一個內標 某某問題 陳老師 我們希望你能夠幫我們寫一篇文章 有關你榮樹後 有關你森林火災 我說可以 什麼時候要 最好一塊也好 明天 我說OK沒問題 四點鐘我已經寫好了 只要談到台灣的火災 有史以來的歷史紀錄 通通在我這裡掌握 最早怎樣 最終怎樣 什麼樣的狀況 最短暫時間 啪 寫出來 人家看到 哇 腰心 真有詩問 他腦筋怎麼記得 四段我根本不記得 三次 就是這樣 有一天 那個以前我在敬禦 我去敬禦 當然就是正幫跟正主委 現在台南市的教育局長 阿咧 那就說 咦 咱來這些理理辦 應該在我們學校種些樹 你建立什麼樹 我說你要不要漏葉的 我說要啊 這樣才有顏色變 那我看一看 我就風箱 他們就去推廣要種風箱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 阿咦 我現在要風箱的資料 我都沒有啊 你這也就職位 你可以提供嗎 我說可以 我說你什麼時候要 一罐也好 我說沒有問題 你現在開車從你家裡來 他開車就回來了 這個在過程 他教導我家不到十分鐘 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我就把 風箱 風箱我就不知道 風箱的學名是去開店 當然我都記得 他就說 把這一張卡片一抽出來 抽出來以後 總共有八十片 我看不用啦 他們那個外行要用的 大概二十片就好 隨便 抽抽抽抽抽抽抽 然後幾頁 給他擺好 他車子到了 按電鈴進來 我說你要哪一片 我就幫你演映 他一看 嚇一跳說 你正在做烘箱的研究 我看 我這個展讀大師天書有沒有 譬如說哪一種前面那個 我要寫 我原則就是從這樣來 這樣卡片抽出來 我每一種 其實 所謂台上幾分鐘啊 台上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那你們現在知道了齁 那個最簡單的道理 所以 講得很容易 要做的呢 呼呼等等 但是 那個是自棄 是因此事 而不是動作 不是被迫 然後呢 接著 還有很多特定的 你要怎麼樣 提轉成為你的 譬如說你是插發老師 你要建立花道的所有有關資料 你哪一天看到什麼 paper 怎麼蒐集 怎麼樣 不一樣長期累積 我告訴你 接下來我們來告訴你 故事我不講 好 來聽到